大部分的長輩不喜歡被當小孩子 這一點在今天 我想大家都要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警覺 他們也不喜歡被稱為老人 他們也不喜歡被稱為銀髮 我們今天兩個人的結合就是求真愛美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設計就是為高齡者做設計 所以我們今天的活動叫做真三美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看到我們的題目叫做互動世界 那是不是大家可以猜到這個是意思是什麼 互動世界 是裝飾呢 還是飾品呢 我都有 我個人的專業是珠寶設計 設計師他當然有一定的養成過程 可是他有一些算是操作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很多人也可能可以成為設計師 也可能可以成為大名家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算是玩遊戲的方式 來做設計 那我想之後應該就是會很厲害 我們就會非常多活活的想法出來 我們其實剛剛講到嘛 我的專業是飾品 那為什麼會飾品跟老人的產品會產生關係 大家應該看過他們的酷酷眼睛 酷酷的眼睛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手機變成手環 例如說我們手機啊變成墜子或是藍牙 開始越來越多的趨勢 因為呢我們智慧型的像童老師他們設計的東西越來越小 我們今天的題目叫什麼?用心科技 我特別把這個心改成Hot 這就是設計的人 然後我們從實用者的心理去想這些事情 就像你們現在用很多軟體 你會發現很多軟體看起來很酷 可是實際上 他並不是很高 他當初設計的目的 不是給工廠的人用 他當初是給藝術創作者使用的 有些藝術創作者 他後來會用一些比較炫的身方效果的東西 然後做出一些藝術創作 可是這一東西以往他們都要跟那些 宅男宅女共同是像我這一種的 他會覺得很難溝通 於是呢就有一群人去想出這個東西來 你看到你的盒子裡面有一個叫超音波模種 你把它拿出來 看起來像眼睛 這是眼睛嘛 這是大腦嘛 這是神經齁 中間又有神經對不對 然後你去拿著這個眼睛到處去看 好 所以他就可以很精準地告訴你 其實包含障礙物距離能不能多人 他們在我們危險的地方 因為浴室或廁所都會滑 如果我們在進去的地方 放一個冷測器 童腦爺爺爺進去 第一 他裡面就記得 童腦爺爺現在進來開始計時 他裡面可能設定過的時鐘 我還沒有出來 他就會發一個訊號到我護理站 那個童腦爺爺已經進去十分鐘 我們去看一下 又有另外一個原因啊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陳慧茲老師 慧茲老師他其實是我們 古代護理系主任 另外呢 他是我們這裡面的長者 是因為我們市面上很多的產品 是為青中年少年人設計的 你們今天設計的產品要想清楚 是為現在的七十歲設計的 或者是為十年後的七十歲設計的 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是七十歲 十年後的七十歲的人 就是老師我 為什麼呢 我叫做戰後嬰兒草 跟現在八十歲的長輩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所有的科技產品 想像中不是為八十歲的人設計的 是在是現在六十歲跟七十歲的人的胃口在哪裡 不是太科技 可是太難的 他就不想學了 所以那個檢法原則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用起來會讓他覺得我檢法家人的負擔 我增加我的自主能力 那我用起來不殘兆 他會用 因為戰後嬰兒草 suppose跟日本一樣 還是未來十年二十年 還會是這個社會最有錢最有閒的人 他現在帶的是我們的產品 好 那這個產品呢 我們叫童月 走動會使童月轉動 那這個功能就是利用說 它震動 就是有點像記骨骑 你媽媽我再走一下 對老年人來說 那個記骨骑其實沒什麼用 對老年人走路是這樣子 可是記骨骑是要這樣子 就是說 你的這個複直肌複鞋肌要有動到 那個湯底那個技術才會出來 一二三才會出來 我們是設計這樣子 就是一個九公格 在地板上 這個是感應器 你感應完之後 它就會有這個 顯現 你的動作不用很大 你只要有抬腳的動作 然後它就會感應到 它就可以這樣踢 它就可以感應到它這樣飛來飛去 你把科技藏在後面 但是用的不錯的是 你結合Sensor跟動畫 但是你又有鼓勵他們 動動腳動動手 然後還要去思考 這個是很棒的 如果還可以進一步方向 它是可以提到前面來 可能是手部的 而不是股部的關節 我覺得這個地方 以後可能可以再改良 如果踢腱子的優勢 一個下肢可以運動 我覺得這是長輩子 他非常喜歡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點 楊先生準備 你要按什麼按鈕 請跟我講 其實它是什麼顏色 要告訴大家 然後我們的特性就是 音樂絕對要在你動的時候 才會出現 如果你不動 音樂就不再多棒 我們也是可以以後的一個改良 就是長者願不願意這麼大的東西 好 我就順著我是老師的 大概就這個大小就會很好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就想說 那結合沙包與護腰 我們在這一片護腰上面 我們加入了那個晶片 所以它就可以側眼看說 這老人怎麼沒有跌到之類的 從沙包到這個護腰 我常常看見有人 就是把這個護腰放在衣服外面 這樣在路上走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材質本身 怕貼近皮膚會很難過 如果它可以變成一個裝飾品的話 其實更好 剛剛像這樣很好看啊 你說拳擊手也無妨喔 可是就是 它不會讓人家覺得殘障的感覺 風針的本體是個帶子 那它可以分離的 那這個風這種控制 它的位置跟長者的距離是不會太遠的 可能像是五公尺的距離或十公尺的距離 然後來跟它出去散步 然後今天它心情很好 就想要把它的寵物放出去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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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然後我要跟著它跑 那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滿適合夜間行走的使用 那晚上走路的時候 它完全就不怕 陸附屁跌倒什麼什麼 長輩他們是需要被尊重的 所有的產品 中間除了安全以外 安全性以外 除了實用性以外 就是那個尊嚴 在哪一陣子 岩波 有這陣子 我好想要去 你的 那他 有 你